这是国际焦点 带您来关心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透露 他们正在加紧修建 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防御攻势 要抵御俄军侵略 不过眼前乌军最大的困境 还是弹药缺乏 根据CNN的报道 俄罗斯的火炮产量 现在已经是西方援助乌克兰 数量的三倍 模拟在战壕中挺进沙迪 乌军第79空降旅 持续在乌东马林卡一带 强化豪勾战技能 这些男人实际上可以看到 也在这边在绝对 因为他们几天都在狡猾 8个月已经在前面 但越来越来越绝对自己的技术 只是在前面 下来的武艺兵兵器 现在工作在马林区的角度 乌军可没有松懈的本钱 因为他们上个月 才从阿夫迪夫卡撤出 而现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前线已经稳定下来 只是为了加强防御 得加紧打造上千公里的防御攻势 而乌战争越来越趋向于 一战时期的豪勾战 但想打赢战争 还得要有充足弹药 然而俄乌间的弹药差距恐怕快速扩大 由北约情报关估算 但俄罗斯每月还能生产25万枚的火炮 等于每年产量达300万枚 远高出美欧合起来给乌克兰产量的三倍之多 缺弹问题也持续影响乌东防线一带的伤兵救援 这几天在乌东奥尔利夫卡 衣冠为了安全只能摸黑护送伤兵 这是为了避免铺路行踪 当天就连随行采访的CNN记者 都得避免用强光拍摄 最后到达医院时也是一片漆黑 情况很艰难 对于乌克兰处境 美国中情局长设警 若军援不到位 恐怕注下大错 届时乌克兰只会丢失更多的领土 乌克兰未来命运如何 也与美国有谁当家有关 因为匈瓦利总理奥班最新爆料 他说川普若当选将不再资助乌克兰 川普在海湖庄园接待这位极右派总理 对他赞誉有加 奥班不只立场轻恶 也曾阻挡瑞典加入北约 专家担心川普如果重新入主白宫 全球局势又要打乱 根据CNN报道 川普会习惯性赞美独裁者 除了称赞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也赞美过希特勒 不只川普态度 令人担心天主教教宗方 极各要乌克兰勇于举白旗的说法 持续发酵 北约秘书长认为投降说 只会令独裁国家争相仿效 毕竟北约一直感受俄罗斯威胁 幸好瑞典加入后 北约军事实力大增 也难怪周一 北约总部升起瑞典国旗的仪式上 与会官员无不展露笑容 因为现在的北约更安全了 点新闻 综合报导 再来看的是这个战场 穆斯林摘戒月开始之后 加萨不但没有停火 而且还越打越凶 在摘戒月的第一天 就有以色列警察不让巴勒斯坦人 进入清真寺而引发冲突 另外今天还传出以军在甘尤尼斯的行动中 击毙了哈马斯的将领 外号影子人的伊萨 他是哈马斯军事行动当中的 重要操盘手 伊斯兰摘戒月正式开始 却是尖叫推挤不断 因为以色列警察又对巴勒斯坦人出手 位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萨清真寺 是大批巴勒斯坦人在摘戒月时 会齐聚祷告的地方 结果现在被以色列以影响公共安全为由 拒绝民众进入 这让很多巴勒斯坦人不满 当街就爆发推起冲突 尽管以色列说在摘戒月期间 不会再施加新的限制规定 但是光现在这样 就可能让紧张情势升温 约旦警告 以色列限制民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会成为新一波冲突导火线 尤其是在这一次摘戒月前 说好的停火协商破局 更让情势一触即发 正当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庆祝摘戒月时 加萨的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以色列不但没停火 还继续在加萨南部大城甘油尼斯扫荡 并宣称击毙了哈马斯的第三号人物 如果真是击毙了哈马斯大将 那会是以色列近一个月内行动的最大展霍 但这并不代表就此收手 以色列是铁了心打到底 各国物资还是只能克难的用空头海运方式抵达 但是远远不足 加萨多达上百万人每天需要至少三百卡车物资援助 否则将爆发严重饥荒 而现在他们聚集避难的拉法地区 还有可能成为斋戒月期间的新战场 拜登挑明地说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就是彩虹线 但是纳坦雅胡根本不理还会呛拜登 尽管美国情姿显示目前乙军还没有准备进攻拉法 但似乎在计划当中 以色列放话拉法必须一战 计划两个礼拜时间内撤出百万人 眼看美国的劝境无用 拜登和纳坦雅胡就快撕破脸 拜登冷冷回应 而纳坦雅胡的总理大卫则是岌岌可危 美国情姿显示 纳坦雅胡可能在近期会面临大规模示威声浪 逼迫他总辞下台 出征拉法很可能会是纳坦雅胡 力往狂懒的政治豪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下载TVB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